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酷棒 我是老张 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巴西亚问答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现在比较火的一本书 与神对话 第二个是关于时间旅行的问题 第三个是关于香港的问题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看看巴西亚都是怎么说的 有论巴西亚 尼尔·唐纳德在他的与神对话这本书中 与神灵沟通 我很好奇 想知道他是否是真的与神对话 我想知道与他通灵的神 他获得的信息是否是真的 巴西亚说 你们都在和神交流 但这不重要 是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那他们就是来自神的信息 是的 基本上可以说与神对话相当准确 问 当听别人说天父指引我吧 我觉得我自己很迷糊 巴西亚说 那么说明这个自我意识许可 对你并没有像对别人那样有效 仅此而已 问 那我怎么才能跟一切所事有更密切深入的关系呢 巴西亚说 你想有什么样的关系 问 我不知道 我仍然在探索 巴西亚说 你知道的 那就是你目前与神的关系 你是一个探索者 你在探索让你跟神有很好关系的方式 而且目前这个探索的过程就是对你有效的方式 神不在 因为一切都是神的一部分 在神的之外 不存在任何东西 如果你用神这个词 我们则用一切所事 因为神就是一切所事 神是一切 一切都是神 用自身所创造 在神之外的没有东西 啥也没有 所以 你想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才是关键 重要的是 你想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这次神通过你给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视角 独一无二的体验 所以 无论你做何决定 无论你有什么渴望 即使你说我不知道 那也是来自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视角 来自于你独一无二的观点 来自于你的我不知道这一版本 来自你的我正在探索的这一版本 而这些对于神来说 都是极其宝贵的独一无二的视角 这样神明白他自己就是一切所事 因为神是一切的视角 一个都不能少 你跟神的关系可以是 我感觉我是在探索与神的关系中 而这就是现在你与神的关系 问 时间旅行是可行的吗 答 不是从你科幻小说的角度理解的方式 不是的 因为一切都已经同时存在着 所以 当你经历你所谓的时间旅行 你不是真的进入你的过去 或者是你的未来 你是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备用平行实现 相对于原来那个 你会认为这个是过去或者未来 仅仅看上去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并没有与你的时间线相互作用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真里了 如果你是唯一的一个在这个真中的人 那么你所谓的未来的自己 就不能加入这个真 那是不同的真 这里所谓的真就是指影片一针一针的画面 巴夏经常用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 问 人们来到未来 他们在未来所看到的 他们的经历是他们自己的体验吗 巴夏说 是 再一次 当你在你的内在创造了不同的存在状态 你就是在转换各种不同的真和幻灯片 在某种程度上绘制了航线 从你存在的状态中获得线索 了解到哪个特定的平行现实体验 是与你正在散发出的存在状态有关的 所以你不断的经验这些转变和完结 这些经历总是不会反映你正在散发出的存在状态 问 所以一个不同经历的人旅行到未来 人们听到他那个特殊时期的旅行的故事 对人们来说也会是一个相同的经历吗 巴卡说不一定知道 他也许是足够的相似 以至于你认为你是在共享同一现实 但这就是你现在所做的 你们都在你们各自的现实里 你们创造了一个集体协议 你们会在一个看起来和别人的极为相像的现实里 你会认为 并且你能够相信你其实存在于相同的现实里 虽然你并没有 最后在2017年12月3日 有一位香港的女士问巴卡 我读了很多新闻 我觉得很多香港人都很痛苦 我也很关心政府做了什么 你对那里的人们有什么见解和建议吗 巴卡说 你会发现在2025年左右 在你们的星球上的这个地区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随着人们的觉醒将会改变政体 那么还有五年左右的时间 这条就会被验证了 那么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交给时间去验证好了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收看影片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为视频点个赞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